来看一下第八题的题目 这里说有一个人叫小可 他在元旦跑到了花莲的海岸边 然后他就在玩屏中性的游戏 因为他把性塞在布里的瓶子里面 然后就想说他应该会随着洋流流动 放大一点好了 他会随着洋流流动 然后他说会有经过北太平洋的洋流 还有加尼普尼亚的洋流 然后跑到了美国 最好刚好他的朋友能够能拿到 那整个路径的话呢 他推估要各十百千万 一万五千公里的距离 然后问你说呢 如果没有其他的状况的话 那平均每秒钟一公尺的速度 那朋友到底哪个时间去等会比较好 只是基本的计算啦 就看你有没有把一些的零把它给算错 但这里我要看的是 来先看右手边哦 那个水通胀流动的话呢 你不要去硬背一件事 他有时候会说在北太平洋 到底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你就看哇顺时钟 那个顺时钟要背吗 不要去背哦 因为有时候他会考你这件事 以前也有考过 然后顺时钟这件事情就说了 为什么会这样 0到30度 东北信封 30到60度 西风带 只是严格而言叫做什么 东北信封 西南风 意思也就是说 这里水的流动 东北信封吹 吹吹吹吹吹吹吹 所以水就怎么了 由东边往西边流 碰到了陆地 哇不得不往北走 往北走了 结果咧 接下来呢 叫做西南风吹 所以咧就又流了 又流了 又流了 然后呢 碰到陆地 好又往南走 所以呢 你不要去背他的风 不要去记他的那个水 到底怎么流动 你要记的是 水的流动 受风吹的影响 吼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里 低纬度北赤道洋流 黑潮水 北太平洋洋流 加利福尼亚洋流 之后呢 他有时候再问另外一件事 大海的东边跟西边 到底哪边的水温比较低 因为之前有考过的是 南美洲 大海的东侧跟西侧 你看那个水来自于哪里 黑潮水 从北赤道洋流来的 所以从低纬度跑到高纬度 所以呢 针对于台湾的人就觉得 哇 从赤道来的水比较温 软 但是呢 如果说另外一边呢 大海的东侧 我们是大海的西侧 另外一边呢 大海的 这一个 东侧的话 这里 说水从哪里来 从北太平洋洋流来 从高纬度的地方来 所以高纬度的水 来到了这一些 中纬度的 就觉得 哇 你的水比较冷 所以会说两流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也在告诉你一件事 过去曾经考过南美洲 南美洲的话呢 等于就叫做在 这是北美洲嘛 在这里南美洲 南美洲一样 东岸的水位比较低 是因为 水流 秘如洋流 造就的 来通常问了这几件事情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题目本身吧 来题目本身的话呢 等于把那个距离 处于它的时间 处于它的速度 所以这里好多个零 说坦白的 就看你有没有算错咯 那你应该一天到晚再算 计算应该都不够好 所以呢 我这里呢 直接呢 写距离 猪 处于它的速度 好 所以呢 单位把它变成一样的 所以我这里 Can才把它变成了 M 处一处 秒钟 自己再换算一下 大概要多少天 那另外卡住的问题 可能是怎么了 这些时间点 你有没有记忆 春班 夏至 秋班 冬至 分别在 三六九十二月的下雪 下雪哪一天 这几天是冬天 二二 二三 二四 这几天 好不好 所以你有没有记忆背到底哪一天 因为呢 就 春班 夏至秋班 冬至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四个 二十四节气 看 隆年历 隆年历 阴阳 合力 所以呢 你不必去应背说到底是哪一天 不必 所以呢 你只需要知道在三六九十二月 然后呢 大概就算一下 应该答案就会出来吧 好 所以呢 这里才会说 差不多一百七十几天 半年 半年 所以呢 差不多半年后 半年后 看水最绝境 笑字 所以最主要呢 是我要跟你讲 那个水的流动这件事情 不要用背的用风来解决掉 好 好 就行了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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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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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